現在疫情嚴峻啊 你我都可能會因為遠距工作 需要開一些視訊會議 但是你在使用視訊會議的時候 會不會常常覺得畫面不夠好看 然後收音也不是很清楚 其實你只需要幾個方法 就能夠快速 各位看現在畫面是不是好很多了呢 我今天呢就要和各位介紹五個方法 能夠快速有效的提升 你在視訊會議的表現 不論是畫質或者收音方面 這些都是一些簡單使用的方法 各位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就進入正題囉 大家好我是CJ 我從事平面攝影師還有影像創作者 接近十年的時間了 今天就要以個人的經驗來告訴各位說 視訊會議需要怎麼樣做會比較流暢這樣子 好那主要會分五個點進行 那這五個點啊 我會把相關的時間碼都會列在旁邊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照想要看的內容自行做跳轉 今天介紹的方法呢 不管是在Zoom或者是Google Meet都適用 但是僅限電腦版喔 手機版今天不在討論的範疇裡 好那我們請你第一項燈光 關於燈光其實是視訊會議裡面相當重要的元素 因為他決定了一個影像的品質好壞 如果說在大白天的時候 各位可以考慮以自然光的方式做一個燈光的補足 這邊要跟各位介紹三種燈光的方向會造成不同的效果 第一種是背光 在背光的時候其實是很難把主體拍得比較清晰 因為你的臉和背景的對比度比較大 所以臉會看起來比較暗 所以我們盡量避免這樣的方式 側光是不錯的 側光就是太陽從你的右半邊或左半邊來 其實這個光源也是可以作為視訊會議的使用 但是臉上比較陰暗的那一面可能細節就會不足 那畫面也會呈現有點暗暗的 更建議大家會選擇正面光 他能夠把臉上的陰影處都盡可能的消除掉 所以皮膚看起來會比較接近自然的感覺 但是如果說是晚上或者是你在一些比較室內沒有陽光的地方 你要怎麼做拍攝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台燈或者是立燈 為什麼我這邊沒有提到使用室內LED燈呢 大家可能比較方便 就是你只要按一個開關整個房間都亮了 但是這邊會有兩項缺點 第一光源位置不是你所能掌握的 常常照出來的陰影處 可能會在你臉上呈現不好看的痕跡 第二我們可能選擇的色溫 就是你當初在選擇這些房子裝潢的時候 色溫可能會選擇比較黃的 偏黃的色溫照在 尤其是我們黃種皮膚的身上的話 會顯得太黃 有一種燒焦了的感覺 對也是不太好看的 我會建議選擇比較接近日光燈色溫的台燈 燈光照亮的位置也是在眼前就打滿整個臉 然後會選高角度一點點 因為選高角度的話 臉上陰影會是在下巴處可以顯瘦 那另外我也會選擇在背景打一個立燈 這樣可以使光線有做一個區隔有層次的畫面 第二點我們要談到相機的部分 各位可能覺得方便的話就使用 比如說筆電內建的相機 因為是筆電內建的 它的畫素通常不會到很高 像是Zoom 你如果說是有商業方案的話 你可以把畫質可以開到1080p 也就是Full HD 這樣的畫素的提升 對整體的畫質是會完全不一樣 那怎麼樣才可以達到Full HD呢 會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你購買另外的網路攝影機 但是價格偏高的狀況下 你也沒辦法做到比較特殊的畫面 我所謂特殊的畫面就類似景深的效果 像現在各位看到背景可能有點模糊的 更凸顯出你的人物跟背景之間的分離 那我比較建議的是第二種做法 就是利用外接相機的部分 因為去年開始疫情比較嚴重 各個相機廠牌的製造商都有出一些程式 可以令你的相機作為網路攝影機的使用 比如說大廠像Canon像Sony等等 都有這樣的支援 連小小的GoPro也有這樣的支援 但是我這邊也要提醒一點就是 GoPro相機因為景深是固定的關係 它沒辦法做到背景虛化的效果 我會比較推薦的是 近年來很紅的像Sony的ZV-1 它的不管是背景虛化 簡單易用性啊 都是值得各位可以考慮的 但是在設定相機的狀況 你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快門數 一定要設在三十分之一秒以上 因為是每秒一幀的關係 你要每秒三十個畫面 它才能夠穩定流上 才不會這樣卡卡的 我們第三個要講的是角度 我們平常使用筆電的時候 有可能會把筆電放在桌上 這樣的話你會看到攝影機 是從下往上照的 這樣子照出來的畫面 通常會顯得有一點肥肥的 尤其第一時間會照到你的雙下巴 所以我建議各位可以把你的筆電 稍微拉高一點點 比如說像這種筆電的指甲 當你把它擺上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與你的視線是平行的 這樣角度就是會比較好的 你的身體還有你的背景的比例也是和諧的 不會顯得臉比較吃肥 這樣是比較好看的一個角度 如果說使用相機的話 那更方便了 也是記得 最少也要平行於視角 或者是略高 略高的話可以顯得你臉 會更瘦一點點也是不錯的 好第四個我們要講的是收音 其實在室內的話 常常會因為周遭環境的影響 讓你的收音不是很清楚 如果說在家裡面拍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選擇 可以像這種靠近窗簾的地方做拍攝 利用窗簾有效的減少反射的回音阻隔外界的聲音 記得也是在拍攝的時候也要把電扇 冷氣 會製造噪音的東西都盡量把店員把它拔除 如果說各位有預算的話 也可以購買像是專門的一些吸音棉放在牆上 也會有很好的效果 內建的麥克風收音效果就比較中規中矩 怎麼樣的聲音它都會收入進去 如果各位要求比較好的話 可以考慮桌上型的指向性麥克風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那關於麥克風的介紹 我之前有介紹過一集 各位可以參考 那關於收音的方面 其實潤裡面有些東西可以做設定 他在收音的指標上面 各位看到指標條其實要靠近綠色偏黃色 快要爆掉前面那一段收音的品質是比較好的 軟體內建的抗噪也盡量改成Low 不要改成Auto或者是Medium或High 盡量減少軟體給你的後置 聲音才不會那麼的死板比較自然 其實麥克風的使用方法就是盡量靠近你的嘴巴 越靠近照道理說是會越好 但還是要去測試看看會不會有噴Mai的狀況產生 各家廠牌的麥克風它的品質都不太一樣 這點就是要靠自己反覆去測試說 你的麥克風適合怎麼樣的距離 什麼樣的聲音會比較恰當 第五點我們要講到軟體配套的方面 像是Zoom它能用到1080p的畫面 但是你必須付費成為小型的工作團體 或者是公司商業的方案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就可以選擇 我們在720p也就是HD的方面做得更好 我們這邊要在視訊的設定裡面 設定欄目選擇HD 如果看到美顏開機的話 雖然是功能很吸引人 會讓你的皮膚有一點模糊模糊的 皺紋痘痘都會消失 但是這樣子會降低影像的銳利度 我是建議不要開啦 針對低光源的調整也是 它會讓整體的畫面都偏亮 硬暗的地方偏亮 這樣你的雜訊也會上升 畫質也會變得不好 我這邊也是建議不要開 我們寧願另外增加光源的方式 讓整體的畫面變明亮變通透 這樣會比較漂亮 像Zoom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模式 是它可以開啟濾鏡和切換背景的效果 但是官網這邊有特別說明到 在一些比較等級比較不好的電腦上面 它會降低你的幀數 也有可能會跑到360p 也就是畫質會變到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 所以我建議就是各位有需求的話 可以購買一個綠幕來做一個背景的切換 那另外一方面 Google Meet只能開到720p 所以我們就盡量1080p或者是4K的規格來拍 這樣子畫質照道理說都會是最好的 那我今天介紹的這個內容呢 就是如何在視訊會議裡面 得到更好的畫質 還有更好的收音 在這個疫情期間 大家工作都是蠻辛苦的 如果能看到漂亮的自己 工作效率也會有所提升吧 那我這邊還是要和大家呼籲一下 正確的防疫觀念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已經三級警戒了 所以就是要盡量避免室內5人以上的聚會 室外10人以上的聚會 外出的話請記得一定要佩戴口罩 不要隨便的把口罩摘下來 也記得要下載台灣社交距離APP 協助周圍的長輩做安裝 因為這個軟體啊 越多人下載安裝 它的效果才會出來 我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就是希望全台灣人 這次都能平安的度過這一場疫情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我是CJ 掰掰 看一下 快點 有